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万敏啊 却是不在 酒吧里的台姐领班呢 却是亲眼见过方琳动手的 她知道 她的背后啊 水深的紧 若是没有她的话 这个酒吧根本就开不下去 所以啊 她早就有些寄于万敏的位置了 丽姐 小声地对着方琳说道 万姐今儿中午那会儿 跟两个帅哥出去了 说是有事儿 什么事儿 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反正看的模样是亲热的姐 这台姐领班呢 还故意地将胸部挺了挺 白腻腻的乳沟深深的 紧贴在方琳的身上 一声道 方哥 您坐会儿 万姐不在 难道就没人陪你了 方琳呢 在她的屁股上捏了一把 然后摇了摇头 走去了万敏楼上的办公室里 女人嘛 什么时候都可以玩 但是正事儿得先做完 今天上午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很不对劲了 自从万敏的那个背后靠山老江鱼被抓进去之后 这处办公室里的陈设 也为之改变了 旁边的墙上 开出了一个大大的 一扇落地窗 挂的呢 是欧式风格的厚厚窗帘 地上的深色木地板和高楼底之间呢 特别建造了升高的地台 放置了躺椅 书桌和浴缸了 并且 以搏纱笼罩 总的色调是以米黄色为主 方琳在这儿 同万敏做爱多次 那自然是熟悉无比了 他此刻 当然没有心思来回忆这些阴泥的往事 进门的瞬间 目光就已经落到了门背后的衣帽架上 那儿 正有一个黑色的手带在安静地待着 方琳呢 眼上是若无其事的 人却已经是蹲了下来 手指在地板上一按一条 看起来光洁无痕的地板忽然间翻出了一个正方形的小洞来 方琳将手探进去 拿出了一把黑而光洁的手枪 意大利贝雷塔M92FS 致使手枪 这把枪的口径9毫米 使用帕拉贝伦弹 全长217毫米 全重975克 弹夹经过了特殊的改造 弹容量20加5发 25发 乃是现代自动手枪的代表性产品 当制的套筒以及枪管 再加上氢合金所制成的枪身 使得手枪的整体重量大为的减轻了 握柄内的弹夹也采用了双排式弹夹的设计 因此增加了子弹的装填数目 方琳之所以选中此枪 就是看中了这把枪的高容量 因为它在枪械的准度把握上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 唯一要确定的就是使用惯了那把无线子弹的银色配枪 因此回到现实以后 所以非常容易造成习惯性的将子弹给打空的现象 所以啊 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就特地的选中了这么一把高容弹量的枪械 女人出门 不提手带的可能性 很小很小 对于女人来说 手带不仅是钱包 化妆包 镜袋 卫生纸包 尿尺包等等 多功能的集合体 更是起着装饰打扮的作用 在结合到她上午打电话的时候 那一丝的异样 万民啊 应该是出事了 方林很容易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判断来 握住了手枪之后 那种熟悉的感觉 立即就回到了方林的身上 她敏捷地在周围翻找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踪迹 想了一想 用办公室当中的电话 拨通了万民的手机了 接电话的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 她用沙哑的声音 直接了当地说道 不管你是谁 拿上通知这酒吧主事的人 让她准备好五十万 来到城西的仓储转运站 老子只是拿自己应得的东西 谁若是敢报警 就当着给这个婊子收尸吧 最后在挂断电话的时候 还传来了一声 刻意弄出来的哑然惊叫 而那声音 分明就是万面的 方林冷笑 她将枪插在了腰带上 最顺手拿到的地方 大步走了出去 哼 看来又是老江鱼的鱼 孽惹出来的祸事 不过出于谨慎起见 她在路上又考虑到 要不要和老胡打个招呼呢 仔细想一想 觉得又实在是没这个必要 现实世界里的这些小猫小鱼 又哪里用得着如此的慎重呢 城西的仓储转运站 在本市几年前被辟为了开发区 不少项目纷纷地动工了 作为当时的重点审批项目 很是涌现出了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只可惜好景不长 当时主管此事的副市长 掉进省里以后 这块开发区上的繁荣 就好像是昙花一现消失了 可以说准确地说 那个繁荣也只是泡沫 而且还是异常短暂的泡沫 辉煌了一个人的政绩的泡沫而已 所以这块开发区 也就顺理成章地荒废了下来 留下了许多圈地的围墙 和修筑到一半的厂房了 当然还有几个整日 里白天晒太阳 晚上听收音机的老头 不对 应该准确地说 叫门卫 这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了 方黎若无其事地 提着一个从酒吧里找来的空箱子 从出租车上下来 眼睛上还架着一副眼镜 全称叫做生命探测器 异形 他直接开启了模糊探测功能 就是只显示周围人 有没有敌意的那一种 不会获取其具体情报 然后 他很清晰地就看到了 马路边上那个看似 无视盯着路面的一个家伙 见着自己提着的包以后 脑袋上的名字一下子 就由灰色变成了红色了 在这儿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绿色是对您友善 有好感 灰色呢 是陌生 红色就是有敌意了 出租车司机呢 也不想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多待 好在 这个顾客之前就先付足了车钱 等他下车以后 直接一踩油门开走了 方林吹了吹额前的头发 冷笑着 脑海里却在迅速地计算着 出租车开出的距离 五米 十米 二十米 四十米 八十米 然后方林拔枪 动作很不潇洒 也很不流畅 甚至 枪从腰带间扯出来的时候 枪边还将衣服 哗啦一声扯破了一大块 这是 那个出枪的速度 简直是无可比拟 对面那个一面拿着电话出来 拨号 一面回头过来看着自己的那个人 只是感觉到一眨眼 黑洞洞的消音器枪口 就已经笔直地指向了自己了 然后 一粒五点八毫米手枪弹头 就直接穿透了他的胸口了 这人 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心慌 然后就觉得右胸的衣服啊 湿了 接着呼吸困难 最后才感觉到了痛苦 方林安静地走到了痛苦抽搐的这个人面前 拿起他惊弱地颤抖手掌里的电话 很平静地啪的一声 将之捏碎了 然后低下头来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说道 你们老大 还有绑架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若你还想要活下去 最好老老实实地说了 坦坦白白地说啊 血要是流得太多 神仙也救不了你的 这人呢 这人呢 脸色苍白 胸腾是急速地喘息着 那一颗欠在他肺里的子弹呢 正在迅速地侵蚀着他的生机 所以 他当然是一五一十地就全部说出来了 方琳呢 也不想在老胡的地头上做得太绝了 能够少杀人 就尽量地少杀吧 他直接一枪柄 将他给击昏了 然后出手如风 塞住了他的伤口 止住了流血 冷笑着 向着左边的一处宽敞的废弃厂房 走了过去 方琳 将背靠在了围墙上 手指点中了眉心 双眼威闭 一股淡蓝色的微弱光照 就直敷了出去 精神力探测技能 并不被归结入 禁止使用的战斗技能当中 因此 他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院子里 有七个人 正因为外面的那个望风哨 突然间失去了联络 而陷入到了争吵的内乱当中 哼 乌合之众 方琳冷笑着做出了如下的判定 假如他要是愿意的话 大可以直接走进去 在瞬间将这些家伙的心脏同时射出一个血洞来 不过 被关押在后面厂房里的万民 这怕到时候也是难逃一死了 所以 他选择了先救人 再杀人的顺理成章的路线 在坚硬的速钢厂房墙壁对面的六米处 就已经是被绑起来的万民了 他的嘴被一块破布直接塞住 眼睛里竟是惊恐之色 焦虑非常 而厂房里面呢 有三个男人 两个人站在了门口处不停的张望 另外一个人 却是坐在了万民的身前不停的抽着烟 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是颇为的烦躁 面前的烟头都扔了满电 哇 一声清响 厂房的蓝色塑料墙壁上突然间多了一个洞 然后就是啪啪啪啪 一阵的巨响 坐在了万民身前的那个男人的脑袋 仿佛是被棒球给击中了死的 忠然间向后一仰 然后从后脑勺处就见出了大团 红色混合着白色的浆汁了 方民闭着眼睛 依靠着精神力探测的能力 在外面开枪射穿了厂房的墙壁 抱了这个男人的头了 然后再一脚踹上去 将坚韧的蓝色塑钢墙壁若是纸板一般顶破 直接破壁而入 大步走到了万民的旁边 这时候厂房里的另外两个人才回过神来 怪叫了一声抽出了手边的西瓜刀 就扑将上来 方民呢 开手一枪击中了当先那人 立即这个人闷哼了一声仰天就倒 扑了一口 喷出了一小股血污 而这呢 就是肺部被打破成血气凶的典型症状 落在后面的那个人见到了这般景象 眼睛里立即露出了恐惧之色了 大叫了一声转头就跑 方林呢 冷冷地瞄准着这个家伙的后背 但是却没有开枪 主谋既然已经死掉了 其余的这些小虾小鱼也就翻腾不起什么风浪来了 毕竟 这是现实世界 能够少杀一个人 也许就会少上许多的麻烦 这时候方林才不慌不忙地解开了万民身上的绳索 这个女人呢 在黑道上也混了有好几年了 所以啊 并不显得多么慌乱 只是紧紧地抓着方林的手 扶在她的肩头上 抽泣了几声 就已经镇定了下来 这家伙是主谋吧 方林淡淡地将面前那个被爆头的倒霉蛋 踢了一脚 万民恨恨地倒 是的 他是以前老江鱼的人 只是后来因为私自懒活被赶了出去 现在听说水浑了 就又想进来分一杯羹 说是什么老大不在了 家也就该有他的一份 嗯 那你怎么就肯相信他呢 方林皱眉道 万民呢 很委屈地说道 这家伙 竟然请了两个不在我们本地混的人 穿着人模狗样 直接跑来找我 说 打算两百万把我的酒吧盘了 并且还先拿了三十万定金出来验货 这价钱给的挺惹人的 于是我就请那两人进办公室面谈 谁知道一进去就拔了两条枪出来指着我 然后就挟持着我出去了 方林一听就没到 那这两个人提着钱带你出去 难道你的手下都没有生意吗 万民呢 呸了一口 恨恨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说道 呸 这俩龟孙还真是舍得 那三十万 他们为了免得惹人起疑 我锁在了保险柜里后 他们那是没动 方林的瞳孔骤然收缩 他已经从中察觉到了极大的危机了 这些家伙随随便便就能把三十万弃之不顾 他怎么会为了五十万就来绑架呢 他心中生出了警罩之后 立即冲向门口 竟是见到外面的七个绑匪 连同外逃的那个人都诡异无比的 并还站在了厂房的大门口 低垂着头 闻思不动